成 Titan www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戴君 欢迎各位 今天来到罐头视频纸 等待一道菜 这段时间做的牛肉菜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我们咖喱牛腩啊 上次又做的牛排饭啊 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玉士炸牛排 味道怎样呢 吃过的 没有一个人说 不好吃的 首先 你要挑一块酱的牛排肉 用黑胡椒 盐 然后 然后加一点酒腌制一下 腌制完了以后呢 你一定要把里面的水分都控干 另外呢就是准备什么 鸡蛋 低筋面粉 面包糠 首先呢我们打几个鸡蛋 用蛋黄就行 蛋白呢我会做别的菜 有三个就OK了 里面放上低筋面粉 把它调成糊状 放少许的水 不要像做成那个面饼那种 那么稀薄的那种稠 一定要稍微你看 看得见的那种糊状 低筋面粉呢就不太容易 出现那种成颗粒的那种状 那种呢炸出来会不好吃 好 这块牛排呢 我们再把水吸得稍微干一点点 也可以把那个肉质打松 这样炸出来的牛排外焦里嫩 而且牛排里面的汤 都不会损失 然后呢在肉的表面呢 你可以再划几刀 它更容易吸收 煎出来呢也会比较平整 好 裹上刚才我们做的那个蛋液和低筋面粉 等到两面呢都抹上了这个酱之后呢 把它放入面包糠里面 两边裹上金黄的面包糠 一会儿呢就要看它的完美呈现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起油锅 放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就OK 油差不多可以淹没这个牛排就可以了 也一样是用小火 一般在家里试油温呢可以用花椒 你丢两颗花椒进去看看它的反应 现在你看全部都沉底了 等到它浮起来的话说明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还有呢可以拿筷子来看 它周围产生了气泡 但是在整个炸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小火切记用小火 炸到这个面包糠变成金黄就OK了 花椒都可以开花了 各位观众 日本呢很喜欢吃那个油炸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的天妇罗啊 什么都可以拿来炸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 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的精美的菜肴 它是用声音来形容的 当年乾隆皇帝到江南巡视的时候呢 后厨把那个响铃啊 就是豆腐皮里面裹的肉末 然后炸完了以后 上桌拿那个番茄酱往上擦一胶 声音出来以后 乾隆皇帝吓了一跳 说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大事 他们说啊 皇上这叫平地一生雷 颜色差不多了 好最后30秒 翻完正面就OK了 其实这道菜非常的简单 你准备一个好的食材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做出最好吃的东西 上桌 一块金灿灿的炸牛排 我们还是要控下油 现代人吃东西少油少盐 所以油对我们来说 真的不是一样能够摄入太多的东西 最后上桌的时候呢 再浇上那么一点点的日式酱油 虽然不会像外面餐厅里做得那么漂亮 但是味道绝佳 这就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日式炸牛排 那在我们都市生活里非常的繁忙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可能家里人想变个花样吃点什么好吃的 在家里你当然可以买最好的牛排 然后呢 自己亲手烹饪这一道菜 在我们罐头视频的我们的互动群里面呢 有很多能人高手 如果你在世界各地或者你的家乡 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 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里就是罐头视频之本带一道菜 因为今天买的这个牛排比较好 一般的牛排呢 它旁边还会有骨头啊 或者说那个筋筋拉拉的东西 这个呢 你要把它切除 这个就不用切除了 一块非常漂亮的牛排